最近香港的JPEG世紀大騙案是有一段估計的 還有什麼估計?就是騙神騙鬼了 我曾經看過這樣的新聞 你們有沒有聽過香港有一個叫做弊少爺的年輕人? 弊少爺?你問問二汶姐呢? 有沒有搞錯?馬Sir,我也不知道這是什麼 弊弊的聲音,也不方好東西 人家是錢弊的弊 你離開香港時間太長了 告訴你,2018年在香港發生了一件大事 有一個年輕人開著一輛名貴房車Lamborghini 拍下車,然後跑出來說 錢從天而降,話未錄音 頂樓上飄下來很多一百元 好像下雨一樣,多誇張 喂,真不真啊? 誰這麼闊人,這樣來耍銀子? 喂,這宗新聞好像聽過了 這件事,據我所知就是這樣的 在2018年12月15日 香港九龍深水埗黃金商場的頂樓 有個傻佬就在上面猛地耍一百元 街上的人看到,嘩,發財了,有錢收拾 不斷在馬路上搶錢 事後香港警方就以公眾地方騷擾秩序的罪名 拘捕了這個幣先生 接著經過警方的查案 嘩,然後發現了還有兩個同謀 於是乎就鎖了那兩個回來 就起訴他們以虛義貨幣行騙有關 但問題就是過了第二年 他又重出江戶了 在香港搞了一個JPEX加密幣 喂,照你這麼說 這個幣少爺才是JPEX的老闆? 阿馬舍,你說對對一半 這個JPEX是一個國際公司 它的總部在迪拜那個國家 在全世界都發行加密幣的 但在香港它沒有註冊過 沒錯,即是說他們現在是無牌經營,很嚴重的 據新聞報道,累計現在是有二千人中招的 現在計算出來,它騙了人幾乎有十三億這麼多 唉,有個聽說更慘 整副身家放下去四千多萬 現在說渣都沒有了,真想不貼錢多難啊 喂,這次這單JPEX好像蕭若元也有份參與 他很精靈的,沒理由這樣也不知道 還有那個張志琳好像也挺難甩身的 唉,那個林族為了擴大影響力 叫多些人來買他這個加密幣 所以就請了很多名人來支持他 就包括蕭若元、張志琳、莊斯敏、肥媽、陳怡 社會名人和網紅 你知道的啦,很多名人加入之後 香港很多普通市民就以為這個加密幣不是騙案 據這兩天的新聞報道,張志琳可能都幾難走得掉 就算了,據說他是這間JPEX公司的高管 他還親自出面向投資者答應說低付出有高額的回報 那那些網民就說這個張志琳,股額咯 你知道嗎,因為去年他已經知道這間公司是沒有註冊的 他就寫了一份聲明說如果這間公司還沒註冊之前 他在裡面所做的一切不算數 但是他的銀行戶口就照收JPEX給他的錢 所以那些網民就說了 張志琳就以為,嘿,自己都發出聲明了 一旦JPEX有什麼冬瓜豆腐了,就與他無關 但是他自己就不斷在JPEX那裡收錢了 所以陳律師就說了,在法律上來說 他就是JPEX裡面的成員 現在這宗騙案,他當然要負擔責任的 錢就照拿,有喜事上來想走人 哪有這麼好處的 現在有很多人都在罵這個張志琳 他說既然你張志琳作為一個公眾人物 你知道了這個JPEX是沒有註冊的 為什麼你不揭露它出來呢? 這個就是道德問題 這件事最後是怎麼被人發現的? 你知道了,加密幣是虛幣 你要把它變成現金,你就要去辦手續 有一個人是想拿一千元出來 發現那個手續費是九百九十九元 那一個人就去報警了 這件事暴露之後 很多那些炒弊人就去辦手續拿錢 一個先都拿不到出來 估計總共有超過成萬人是受害人 總共涉及的金額是十三億 其實十三億對於大陸貪官來說 就是很少錢而已 都不夠大陸一個泰隊長貪得錢多 但是對於一般人 就不知多少勢都找不到 大陸長騙的錢是少了 現在中國有個電視節目叫做《飛城物妖》 裡面的內容是做妹的 被他騙了很多人 這個節目主要是講男女之間相親的 在電視上做個平台給你的男女去相看 簡直就是婚姻介紹所 看對了你們就可以牽著孩子結婚了 聽說這個節目是騙人的 千萬不要相信 大陸一直以來有兩個節目收視率是最高的 一個是《飛城物妖》 另一個就是《中國好聲音》 現在查到這兩個節目都是騙人的 我看了一個報道 講《飛城物妖》裡面有一個女嘉賓 她叫做余燕 是一個甩膠運動員 你知道甩膠運動員 當然是身材很夠份量那種 她一直都很自卑 她對自己的身材和樣貌 這樣一個款怎樣找老公呢 那倒是呀 這樣的老婆一個不小心被她搭生魚那樣搭 真是命都沒有的 不知道為什麼 這個《飛城物妖》的節目主持人 就找到這個余燕了 她說你快點上來參加我們的節目 找個余耳郎君 余燕心想 哎呀自己這樣的外貌 隨時在舞台獻醜的 誰知道電視台的工作人員 拍行心口不斷地遊說她 說隨時有奇蹟出現 加上余燕她又在找真愛 於是她就答應了上這個節目 誰知道上去果然有個帥哥看中了她 她說娶妻的求淑女 絕對不需要看外表 那她的真誠就打動了這個余燕了 真不真呀 那有沒有結婚呢 哎呀你真是想不到 剛剛離開片場而已 那男嘉賓就對她說 我剛才在舞台上說的那些東西 只不過是按照台詞這樣說的 我完全沒有意思跟你一起 真是認真對不起了 那搞法那個女生不是很刺激 那個男生臨走還說了一句 我對你一點感覺都沒有 我只可以跟你說一聲對不起 這樣就走了 那這個余燕就覺得人生很灰 原來自己被人切局 當是猴子那樣玩 對人生就沒有了希望想自殺 後來她一想 咦我死了之後 這個飛城物妖就繼續害人 於是她就鼓足勇氣 去揭露飛城物妖的騙局 不是吧這個節目在大陸勢力很大的 你是一個小女人 能不能比別人呢 有時世事的東西是只包不住火的 剛巧就有一個自稱是 以前飛城物妖的工作人員 他說這個節目表面上是為了幫年輕人找到愛情 但是實際上每一個情節都是經過精心設計 由那些導演編排的 全部都是假的 長長都是假的 只不過在那裡做戲的 這個余燕終於在傳媒界爆了這件事出來 哎爆就爆咯 大陸的東西人家的節目繼續做 她口大你口小誰敢動她 喂這個節目做了很多年了 哎我老婆就是這個飛城物妖的粉絲來的 沒有人比她蠢的 有幾期節目她都看到哭 說幾可惜的 有些簡直是天生一對都不成功 後來知道這個節目是假的之後 她就永遠都不看了 因為我老婆都發現有很多不對頭的地方 說起上來好像我曾經也看過這個飛城物妖的節目 就說當時有個女孩子三十二歲 叫做王佳也挺漂亮的 又是上這個節目找老公 找了一個男人叫做張天翼 王佳一初就不喜歡的嘛 那麼醜樣 後來主持人就透露 這個張天翼是有錢都來的 你不嫁就走保了 後來王佳就想了 看錢份上 你貴得她什麼貓樣 後來就和張天翼結婚了 誰知道沒多久 突然間這個張天翼就失蹤了 後來王佳就想 還好反正都不太喜歡她 不是失蹤 是那台戲做完了 時間走人 說弟弟你不要吵 後來王佳走了一個就找另一個 趁著自己還多漂亮 又沒有人喜歡的 然後再上去飛城物妖這個節目 誰知道這麼幸運 又被她找到第二個有錢人 那個名叫做何家文 為什麼王佳還未知死 說不定這個何家文 又是一個兇身老官 電視台安排她又做億環富翁 後來這個王佳又真的和這個何家文結婚了 結婚之後這個王佳就想 自己找回來的老公也不像有錢人 經常都花自己那些錢 最慘自己還有了BB 而找回來這個老公正式大吃懶 還經常吵架 那麼這個何家文就說了 他是按照飛城物妖的台詞 背出來的 我根本就沒有錢 黃佳還生氣 黃佳還生氣 有一晚 看著何家文睡著了 就拿著把水果刀 向著她身上亂插 嘩 這樣搞法 這個男人實行無命 那這個女人怎樣 殺了人她也走不掉 後來這個王佳 就被法庭判了十年監 唉 《飛城物妖》這個節目 真是害死人 另外《飛城物妖》裡的一個男嘉賓 他叫做李志文 他是2021年6月12日參加《飛城物妖》的錄製 一早就聲明 在整個錄影的過程 所有的嘉賓 要按照導演的安排去演出 一個字都不准改 那二十四個女嘉賓 當你們按燈的時候 千萬不要搞亂 我們就安排好了 每一個嘉賓事後可以拿到酬勞 五千至一萬 被安排成功那對情侶 就可以獲得豪華七日友 還有很多產品是免費一年使用 但這個男嘉賓表演完之後 一分一文都收不到 那麼李志文 或者揭露這個《飛城物妖》的大騙局 於是他就在網上爆大鑊 最好在網上爆大鑊 一分鐘全世界人都知道 他形容在這個節目中的所謂情侶 一旦那個攝影鏡頭移開之後 情侶之間的甜蜜情景就消失得無影無蹤 那當然啦 那些愛情都不是真的 做戲而已 《飛城物妖》有一個節目 幾乎全中國都知道的了 有一個女孩子叫馬洛 講過一番說話 她說 我寧願坐在寶馬私家車裡哭 都不願意坐在單車上笑 自從這個女孩子說完這番話之後 足足被人罵了十年 為什麼 那些網民不是說她是當眾拜金啊 所以她就立刻成名 個個都叫她拜金女了 她說的話 不就是飛城物妖安排的台詞 其實她本人說不定根本不是一個拜金女 她小想不到啊 說了這兩句台詞之後 足足衰了十年 連老公都找不到 最慘就是 這件事傳導了全世界 當時西方很多媒體啊 都認為中國女孩子就是拜金的 唐人家粵語見聞 道德敗壞收買人命 節目是由倚文、李靖、許文強、馬德成聯合演播 請點讚和訂閱 多謝大家的支持